各位南大乡亲,大家好,我是陈美冠 欢迎收看今天三月十九个礼拜时的南大新闻 尤其国险兄,福古村的地造家路面是通往教头公的重要道路 有其民住在附近,甚至是路面政策一定到的经过道路 不过已经离旧失修,路面十岁三岁五岁五岁五岁 仍然就有人站在这边拨抖,所以在乡亲的丁情之下 官司也带到管理团团队来扩着了解中国 路面十岁多,又慢慢开开,是让人很怀疑这点是道路 不过这条算是村民同往教头公的重要道路 也有其民住在的乎境,甚至跟农民农金都要通过了 他本来是有水泥路面 後面這一段就是長久以來,可能水這樣灌,過乾杯,現在浪費也都沒有 現在就是前面這一段,這檯子有時候下來,我都來幫忙,就是裡面的居家,來寄檯子 來這裡的部分,直接因為那路後會比較滑,會滑行這樣 機車就曾經有摔倒的經驗,我自己就有這種經驗 說這個路況可以說應用到,面頂也有很多農民的製造,再來面頂也有一個大型的船頭說,也是這個村民,固定的時間都在拜拜的地方 外面雙所看到的這條道路,是因為在各信鄉,浩古村的地造車路,農民摘超多,又沒白,又曾經有人騎車來拔倒,因此在鄉親的頂親之下,官長也帶到官府團隊,來跟現場看著了解總統 其實這個路面有夠滑,我們船長農會理事長和主席,大家都很關心,特別來反映這條路況可以,讓大家看一看,我們討論路面 所以現在看路有夠滑,像這橋頭的滑,沾到石裡,一會兒,所以我們會盡快地來花寶施工和這個路面做好,讓我們富貴村的村民的村子上比較好 觀眾你們之前來到現場看著後,也答應會請到官府團隊,來設計法寶港町 將路面來中心補色、按摩圖,比起店媽家的路面比較不會滑,希望來改善路面的狀況,讓鄉親有一個安全的擁有環境,驅靈算差不多